現在從VOVO離車下來的重磅嘉賓就是 徐瑋寧和柯振東 徐瑋寧呢 以去年她的和她的她獲得迷你劇集電視電影女主角獎 集點又以不夠善良的我們再度入圍 而曾經獲得台北電影獎影帝的柯振東 憑藉著精確的情感掌握與肢體表現 也獲得迷你劇集電視電影男配角獎的入圍肯丁 歡迎美麗的徐瑋寧還有帥氣的柯振東 請教授 瑋寧姐又見面了 妳真的很百變耶 謝謝 這一次在戲裡背部全裸 頭髮點超短 然後那一場對著振東告白的戲 真的是讓每一個人看到都為妳覺得好心疼 真的過程中妳的情緒是怎麼樣轉換得這麼好的呢 其實我們在拍那場戲的時候 我覺得蠻幸運的是導演都很珍惜我們當下給予的情感 然後包括凱凱也是 我們其實在現場幾乎沒有什麼準備 我們其實只要 我啦 我其實因為是有裸備的 所以其實只要做好安全措施 然後各個角度拍 基本上導演的需求 我們都是一兩次兩個take 情感到了就OK了 就是對手演員之間眼神的交流非常的重要 震動 那妳已經見過了這麼多的大場面 現在會緊張嗎 我其實還好 我比較緊張頒獎 頒獎會比較緊張 那我也很好奇喔 我知道這部劇是妳第一部的電視劇 電視劇導演是一個不同的 跟說故事的方法不太一樣 是是是 但還是就是其實蠻有興趣 只是我覺得會是一個蠻難的考驗這樣 真的真的 那也非常期待妳能來電視劇的劇本跟電影 好 謝謝 是是是 知道其實瑋寧姐 因為妳其實去年以她和她的她 就拿下來這個迷你劇集電視電影的女主角獎 這一次再度入圍 妳的心情有什麼不一樣嗎 其實我真的很希望我們的工作人員 可以把獎項拿下來 對 然後我自己的話 我覺得因為前一屆有拿到了 所以我覺得今天就是比較輕鬆 然後來看看好朋友 然後跟整個劇組一起 那老公也有給妳加油嗎 有 加油 祝福兩位 祝福兩位 來我們裡面請喔 謝謝 裡面請